快點我拿去接帳 OK 所以就直接過去 好 直接撿 直接接帳就好了 我用機器幫你撿 太吵了吧 太吵了吧 真方便 太吵了吧 你下次不想簽名可以用公開 好 下次會記得幫你撿 有在用雲端發票嗎 沒有 下次可以用 在這邊愛安那邊會出發票快點 過去看 你看就這樣撿發票出來了 哇謝謝 那就可以了 太棒了謝謝 好酷喔 我們現在在Apple Store 然後我今天剛好買了一個 新的 Power Beats Pro 然後 那剛結完帳 然後很神秘的 員工就是 只要在 現場 隨便拿起他們的那個 手機機器 然後就可以立刻幫我做結帳的工作 而且結完帳以後 又可以很神秘的 從奇怪的桌子邊 立刻就把發票給運出來了 我真是覺得 越來越神秘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猜我們立刻 今天 8月2號立刻買到的這個吧 在 這間台北的 這裡叫什麼 信義 101 101店裡面 猜這個 剛買到的 新鮮 好爽 原本不是說 8月3號才會到嗎 今天8月2號 就買到了 從哪邊開 這裡啊 滑出來了 也要再開一次 這裡有一個 Beats 的標誌 B 哇 哇 實體的質感很不錯耶 霧面的 所以他打開耳機就在裡面了嗎 剛剛遇到了一些 神秘的小狀況就是 他這個耳機 太過聰明 我一打開盒子 他就自動給我連線 還有整個攝影中斷了 可是我現在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現在如果繼續拍的話 我就沒辦法試音子 那等我試完音子以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隻耳機狀況如何吧 嗨 我現在從台北回到家了 在台北信息店那個時候 在拍的時候啊 就是 手這個一打開 他直接接到手機 所以就完全沒聲音了 所以 我們今天就不打開他 然後我們直接來做說明吧 Power Beats Pro 他 我覺得他的 音場做得非常好 因為我之前都是拿 那 Beats X 那個已經送我姐了 因為已經有這個 之後就把 Beats X直接送我姐了 那 跟Beats X比起來呢 我覺得 他的 重低音 沒有 Beats X那麼重 可是他取而代之的是 他把 音場的處理 跟 就是 樂器的分開 然後整個人聲的處理上 都變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 在聽音樂的時候 原本 Beats X就會比 一般 就是 比較等級 沒那麼好的耳機來說 他的 細節已經還OK 就是還可以 就是中 中低音的地方 是我喜歡 我耳朵喜歡的 這個的話呢 他把細節處理得 非常非常的不錯 以目前的藍牙耳機來說 他的處理真的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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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強 我是不確定說 一般好的耳機呢 可能一定會處理得比這個好 可是 這個音質上是我喜歡的 那我聽起來也是非常的舒適的 然後 我當天 回台南的路上 就是在 核心客運上面呢 在搭車的途中 我一路上就帶著他在聽 然後一路搭了 就是 四個多小時嘛 因為回台南大概 四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帶起來 都是非常的舒適 然後耳朵也不會痛 因為他 旁邊在架耳朵的地方呢 是軟塑膠 有點像矽膠的材質吧 帶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帶四個多小時帶起來 一路上這樣聽回來 都是覺得非常的舒適 就是不會造成耳朵的不舒服感 然後 因為 他兩耳呢 都是可以按暫停 或者是可以按大小聲 所以其實都很方便使用 那我真的還蠻推這個 他價位雖然高了一點 可是我覺得 一個誠意上就是 有做到他需要這個價位的成果 因為 畢竟他還是藍牙耳機嘛 藍牙耳機 好跟不好 也不是不好 就是高階低階的 會差的非常的多 然後我在這邊還是想要講一個事情 就是 我從以前以來一直都是買 Beats的耳機 那我在網路上有時候會查一些 像是Beats的評價如何啊 音質好不好啊 或者是值不值得買這一款耳機的時候 我常常會聽到很多人 因為 Beats 他的 B的圖案 以前都是比較顯眼比較明亮 那很多人就是會帶 然後就是會好像 搞得很潮 就是大家都講說他很潮嘛 我是覺得說 嗯 就是那個時候會很多訪的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說 或許他的音質真的沒這麼好 那他只著重重低音的部分比較多 可是我認為 不能夠因為他的 重低音多細節少了一點 而去評斷一致耳機 他到底好或不好 因為我覺得 今天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朋友也是有買那種 很貴很貴很高級很好的耳機給我聽過 那我就不在這邊說出什麼品牌 因為真的是價格有點 對我的天上輩 這種價格就不行了 就是我聽了以後 我覺得 很厲害很厲害 然後那個細節也超強 好像 就真的本人在你的 耳朵旁邊 在唱歌給你聽一樣 然後開演唱會 你也會大概知道說 這個明星大概就是在哪裡 唱歌 然後他的收音 他的那個 他的聽的效果都是超級好 可是我覺得 那個價位跟我耳朵所聽到的價值感 我是覺得 不需要買到這麼高級的耳機的 也有一些可能就是三四千塊的耳機 或五六千塊的耳機 也可以到一個不錯的等級 可是 我覺得耳機這個東西呢 嗯 有些人耳朵真的是練到很強 對他沒辦法接受低價位的耳機了 我覺得那是你們家的事 那 我覺得 耳機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很看人帶 很看人聽 然後哪一個牌子呢 都有他自己的擁護者 那 不只B牌 其他品牌有很多他自己的擁護者 那甚至 鐵 鐵 鐵插腳 他也是有很多喜歡他的人 可是 鐵插腳 為什麼自己本身比較不推薦呢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耳機是大概 那個時候比較沒有錢 我大概都聽到一千多塊的耳機 就覺得他很高級了 對 因為他從低價位 一路到高價位的耳機都蠻多的 那我當時聽我覺得不錯 那一千多塊我覺得也合理啦 就是在我的耳朵的聽的範圍內 我喜歡 覺得還蠻好聽的 可是呢 一次因為損壞所以送修 那送修的情況下是 他修了一段時間 然後打電話跟我講說 我買的那款已經停產了 所以就只能換一款給我 那我問他說那 是換 同等級的嗎 他說不是 是降低階級的 那我又問他說 我可以匯款給你 換等級稍微拉高的嗎 因為降低階級的話 我覺得 我不能接收 因為是你們產品 而且我還在保固內 那 停產也不是我們的問題啊 消費者只是買你們的耳機而已啊 你們停產了然後 後來就是溝通跟協調下 他不答應 他說公司規定就是這樣 然後送回來耳機 我上網查了一下 一千多塊或許 只是一千出頭多 沒有到一千五一千六以上 送回來耳機 我上網查了一下 一樣是停產的 剩下六百塊 也一半的價值都不到 然後看起來就是超級 零工的那種 講難聽點很像夜市貨賣的耳機 然後音質 我也不能接受 從此以後我就是 打死我都不可能再買他們家 因為後面我看到很多人 推薦都是他們家 什麼啊 低階就可以聽到很好的音樂 幹我屁事 超怒 我真是 會被那個客服跟那個 維修狀況 真的氣死 然後我要另外再奉勸一點就是 耳機 這種東西真的是看誰聽 那看誰的耳朵 喜歡什麼音質 我勸大家就是 不要特地就是看了一款 什麼耳機 什麼等級很高很厲害 然後就硬是去買 我覺得就是找一些 真的可以在現場讓你試聽到 音樂的耳機 然後在現場呢 你跟他講一下價位 基本上就會挑出五六款 甚至十幾款的耳機 你不要因為你自己的 價格可能就是覺得說 我可能才五六百塊 所以我不用 不用去那邊問我 怕會丟臉 其實從五六百塊 你跟他講他就挑出十幾款 那你到一千多塊 兩千塊三千塊 店家都是很開心 有義務的幫你挑出 適合你耳朵的音質的耳機 因為我真的覺得 之前吃過了一些虧 所以後來我都是找一些 可以聽得到 實際的音樂的耳機 我才會去購買 那Beats呢算是比較例外 因為藍牙有的時候 比較不方便 就是放出啊 拿出來給別人試聽 而且這個我看網路上都是 之前好像有人說 8月3號開始撲貨 然後我剛好是8月2號去曼博展 之後就會有曼博展的影片喔 曼博展的時候呢 剛好看到他有在販售 我就覺得 嗯我已經等他很久了 所以立刻就是刷卡買 剛剛影片也有看到的就是刷卡買 買爆 這個呢 非常符合我期待 那各位如果自己喜歡 像是已經期待這隻要買了 就可以立刻買了 那如果還不確定這隻耳機好不好啊 可以找身邊有人買的朋友呢 去試聽看看 或者是說 嗯 可以考慮其他款的耳機 因為有一些耳機其實比較高級的 那現在都有出現一些配件 就是可以將他接上去以後 變成轉藍牙 然後直接輸入到手機裡面 好像聽說一直不會減少太多 所以都還是可以考慮的 那請記得 慎選自己喜歡聽的音質 慎選自己喜歡的耳機 因為 講難聽一點 一萬多塊的耳機 確定符合你的耳朵嗎 這不一定 那兩三千塊的耳機就不好嗎 這也不一定 真的是 要適合自己的耳朵 自己的 習慣性的 喜歡聽什麼音樂的耳機 才是真正符合那個人的耳機 所以 各位就好好挑選吧 那這一隻真的是 我覺得 非常符合期待 然後還有 再次感謝 Apple 心意店的 那個幫我結帳的先生 真的是 人很好 那 也很有趣 然後幫我 很特別 讓我接觸到了 這麼酷的結帳方式 真的是把我嚇壞 我當下我還一直想說 我應該要去櫃台結帳 應該要去櫃台結帳 應該要去櫃台結帳 他一直跟我 強調說 我可以幫你結帳 我可以幫你結帳 我一直想說 那你就跟我去櫃台啊 結果他是立刻就可以用手機結帳 太酷了 這真的太酷了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也可以去Apple店那邊 直接找店員結帳 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次體驗 我真的 好丟臉 超尷尬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早就體驗過了 還是說大家跟我一樣都沒有體驗過 我覺得這真的太酷 所以一定要剪出來 分給大家看 那我這一次呢 就是這次耳機呢 目前就開箱到這邊 我真的很喜歡他啦 音場上真的是藍牙耳機來說 我第一次聽到這麼討喜的耳機 我真的好喜歡他喔 如果喜歡的話呢 大家都可以去Apple看看 說不定一定會有獻貨 然後 我很開心的是 他們配合的 配合的銀行 還可以分12期喔 零利率喔 有6期跟12期可以分 12期可以分 那如果喜歡的話都可以去看看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出去 按讚 從我的影片內容 拍下來了 影片到這裡 按讚 按讚 碩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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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